現在和大家要走這個題材了 平時如果不是我好像今年那麼少水的話 其實水是會高到我現在腳企的位置 今天想和大家去這個叫做澳湖灣 位於西貢的地方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西貢市中心 然後再坐94號巴士過去 我們就在上搖巴士站那裡下車 下車之後如果你想走上搖加個徑 就由後面走 其實我們只是繞一個圈 你走西貢湖那邊就是前面這個位置走 也可以從前面那邊繞上搖穿進去 其實兩邊都可以的 個人喜好 我們這次就由這邊繞過去 走到過來有路牌的時候 看到有三個位置指著同一個方向 在志灣村、黃宜州村和上搖村 我們就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前面也是北潭沖自然教育經 走下去已經會看到一個石牌 看到很多人在捐錢 就是這個北潭沖福興橋這個位置 誰捐了多少錢 20元好像很少 但其實那時候已經是很多錢 商要民族文物館 在這裡走過去大概15分鐘左右 去到的時候大家就記得戴上口罩了 這條條都挺舒服的 大家可以在這裡享受片刻的寧靜 這裡就是燒烤牆的位置 由於疫情的關係 香港所有燒烤牆都封了 這裡也有指示牌很清晰 我們沿著路這樣走 就已經很容易去到上搖民族文物館 下來其實有個彎位 我們可以走一走 然後再走回正確的道路 會看到水是非常清澈 可以過來打卡拍照 就是這樣想看 拍完刚才的课后 走大约5-8分钟 右边你就会看到这块牌 上遥民族文物馆 我们在去到文物馆之前 你已经看到一个窑 以前人们烧瓷器 就是找这些窑进去 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的科技 可以看到吗? 谢谢 前面这个就是文物馆 我们戴口罩过来看看 上遥村 有些左右的好像对联的东西 经过这里 现在大家要记得做防御的措施 我是做了才上来拍的 哈哈哈哈 要认为规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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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进来呢 就可以看看他们的历史 一年尾 也可以由上往到下面 那些树桔是很漂亮的 走出来之后 如果走这一条路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走的正路 但我们想去右手边 这个类似码头的位置 所以我们去拍一拍照 来到这个分叉路口 左边是上遥加乐径 我们继续直行 来到又是有分叉路的位置 一个是黄宜舟 一个是喜子湾村 我们往喜子湾村 即是向微微斜落的位置 沿路走的时候 这里有一堆草 拍下来很漂亮 看到有人站在那里 其实看出去 是一个不错的景色 也是很宁静的 走几级楼梯 看到喜子湾村 左边呢 就有一堆荒废了的屋 荒废了的屋 大家就不要试图进去了 有点危险的 走到分叉路的时候 如果大家想看喜子湾的小码头 就可以落下楼梯 走过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看到了 落十多级楼梯之后 就是这个喜子湾码头 其实是非常小的 可以回望刚才的位置 也可以看左边外面的位置 我们走过去看看 走过来分叉路口 我们这次要走这条路了 当然了 快看 来到这儿 如果大家看到 有私带的位置 有些人已经摇路了 你都看到暖蚌放了一阵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下去 其实是可以看到 群边的位置 也可以由前面再走過去 再下去也行 因為這裏下去就會比較近一點 終於到了這個步古灣的題位 走所有路都是為了來這個點 嗨 又見面了嗎 稍後我們就走過去 一定要小心 現在跟大家要走這個題位了 好 沿路了 我這裏就拍給大家看 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360那一拍 大家知道現在我拍這些影片 都是先出一條16比9的 然後再播放或者叫做 上載一條360度的影片 這裏360度的影片就應該會很棒了 嘩 現在太陽還要很棒 但是很熱咯 大家看過影就知道了 中午12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裏面的影片 是否覺得很棒 就是這樣 然後再去到這個影片 或者是否覺得很棒 是否覺得很棒 因為現在這段路是沒得走的 今年的水真的少得恐怖 所有水塘都不夠水 不知為何呢 來到這裏就要很小心 因為山竹的緣故就塌了 這裏要小心 剛才我看到有些傘傘竟然在傘 這裏可以讓它們走 但不是讓它們搖 不是遊樂場 嘗試上去 可以嗎 希望沒事 但其實很大空 但其實我還是不太薄 我膽小 因為很大空 好 那我就要搖 但我如何駕棍呢 等你給我吧 我就這樣了 不用了 我學叔叔這樣走 你們在那邊過來 是啊 然後呢 我們就由這裏轉換場 走到過來分岔路口的位置 轉左其實就是沿路折返 那我們呢 可以走右手邊 看到西壩的位置去走的 有分岔路口 我們可以在這裏轉左 或者上面轉左 又可以 我們這次轉 上面轉左 其實哪一條路都可以 我們都是退出點 總之轉左就退出 西壩就是往右走 總之不斷捆邊 往右往右往右就是西壩路 我們不走西壩路 我們去上搖交流境 走路 撤退路 打卡 加上 因為實在太厉害 我不知道怎樣應用 總之這個景是一絕